卢梭曾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人生的枷锁无处不在 从肉体到精神,从有形的物质到无形的观念 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让我们觉得不自由 无法控制自己的人生 今天分享的这本书是英国作家毛母的代表作《人生的枷锁》 这本小说可以看作是毛母的半字传题小说 主角菲利普的经历和毛母如出一辙 到底人生有何枷锁,有没有可能挣脱 这本小说,时间跨度漫长 毛母从男主角菲利普的童年时代起 一直写到之后三十年的生活 写出了一个鲜活的人的成长 写出他的痛苦、迷茫、追寻、挫折和探索 最终逐步摆脱种种枷锁 走向成熟并获得精神解放的历程 本书呈现了五重枷锁 第一重枷锁,是身体的残缺 主人公菲利普生来世博足 因为博足,他一生都要忍受行动上的不便 在他是个孩子的时候 他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奔跑 他因为害怕被人看出是博足 只能忍住爱玩的天性 无法参加同伴的游戏 以至于没办法和同学们交朋友 受到群体的排挤和嘲笑 身体上的不便可能还在其次 更多的是自尊的受损 心灵的打击 让菲利普变成一个性格敏感孤独的人 自卑的同时 又非常希望能够获得成就来证明自己 菲利普其实很优秀 聪明善良 也有良好的家事 学历 职业 但是他的恋爱对象几乎都是比自己阶层低且贫穷的女性 在婚恋问题上 博足无疑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劣势 第二重枷锁 是家庭矛盾 菲利普的原生家庭其实很好 环境优渥 父母对他疼爱有加 但却不幸英年早逝 菲利普很小就失去了双亲的疼爱 被伯父收养之后 他在保守而陌生的环境中倍感孤独 伯父对他后来生活道路的选择并不赞同 两人之间发生的冲突 也令菲利普感觉煎熬 如果说身体的残缺不是每个人都曾体会过的枷锁 那么来自家庭的矛盾 无论是原生家庭 还是后来自己结婚选择的家庭 每个人的家庭都对人的心灵造成影响 和家人的关系处理不好 可能会成为生活中极大的障碍 比如子女教育 婆媳矛盾 夫妻矛盾等等 甚至很多严重的犯罪事件 起因都是家庭矛盾 第三重枷锁 是观念的枷锁 简而言之 是社会文化造成的 从小就会有人一直告诉我们 你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别人是怎么选择的 你应该如何选择 什么是高级的 什么是低级的 为了融入社会 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 你因为内心认同了这些规则 我们的行为 其实都牢牢地被锁在规则的殉导之中 好似一堵无形之强 我们可能会去攀比 觉得自己必须拥有大宅 好车 必须使用奢侈品 必须拥有社会地位 必须结婚 必须活成符合所有规则的样子 我们才能算是成功的 但是 每个人真的都应该活成千篇一律的模样吗 每个人的特质深而不同 真的都必须进入同一个轨道才叫做成功吗 我们从来没有好好问过自己 到底怎样活才是值得的 怎样活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生命的潜能 我们被观念的枷锁牢牢锁住 无法思考 在盲从中度过了一生 第四重枷锁 名为金钱 毛母曾说 贫穷使人变得多么卑贱 使你蒙受没完没了的羞辱 扼杀掉你的雄心壮志 甚至像癌一样吞噬你的灵魂 在小说中 菲利普也曾饱受金钱的折磨 他来到伦敦学医时 经常按字计算着自己手中的存款 还能够用多久 够不够自己去喝杯酒或吃顿好的 够不够买一件外套或想要的书 因为迷恋米尔德里德 他一度在金钱的使用上失控 透支了未来的花销 以至于陷入严重的经济问题 甚至到了没钱吃饭 忍饥挨饿的地步 为了谋生 他不得不去做借贷员 而不能再继续学业 他甚至因为没钱 期待着伯父早点去世 以便继承遗产 有人说 钱可以带来自由 所以我们才追逐金钱 但是反观很多人的一生 为了赚钱 把自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奴隶 被赚钱这件事压榨了所有的时间精力 并没有因为钱得到更多自由 当有了钱还想要更多 就像被卷进一个漩涡里 财富自由始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热点话题 是很多人一生的目标 但是究竟要到什么程度 我们才真正觉得那是自由呢 第五重枷锁 是对感情的渴望 没有人统计过 这世上到底有多少人死于心碎 但无疑很多人为情所困 在情感的追逐中耗尽一生 被爱的渴望 似乎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弱点 感情是我们的软肋 是让我们能够心甘情愿为之付出的目标 当我们爱上一个人 必然失去自由 我们把自己的喜怒哀乐 甚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都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 会因为别人对待我们的态度患得患失 会失去理智的疯狂付出 会放弃尊严苦苦哀求 正如菲利普对米尔德里德的感情一样 就理智来说 他完全认同这个女人是不值得他爱的 这个女人粗俗无知 放荡而且人品低劣 从来不知道感恩 总是肆无忌惮地践踏菲利普对他的感情 他依仗着情欲的诱惑 认为被他迷住的男人 都是他手中的玩物 他可以残忍地对待 这段感情成为菲利普生命中一个沉重的枷锁 对感情的渴望让他像一只被蒙住眼睛的驴 任由这个女人驱使 当他终于从这样的感觉中被释放出来以后 他觉得自己就像离开了地狱 沉重的枷锁就此解脱 那么我们在书中看到如此之多的枷锁 人生难道注定沉重和痛苦吗 解脱之道在何方呢 毛母也借菲利普的经历 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 世俗情感使人陷入孤独 本能感情让人自觉于社会 而超脱的感情告诉人生命的意义 毛母始终让她的主人公去行动 去出击 让存在的意义在个体对生命本真 和精神家园的追寻中显现 人最终的解脱之道 还是在于看透一切枷锁 思想精神的超脱 当菲利普最终明白 人生不过是一条花纹复杂的旧波斯地毯 他终于卸去一切盲目的追求 放弃了对幻化世界中繁华的渴望 选择了一个温暖朴素的女人 在小鱼村中尘埃落定 这是她最终的解脱之道 而我们呢 是否看清了这一切 又是否敢于去寻找自己的解脱之道呢 的情友 呢 哎呦